跟少棒選手代表逐一握手 超級棒球迷總統 萊奇德在府內接見三支國家代表隊 萊奇德更脫掉平時穿的西裝外套 改穿臺灣隊奧運代表團制服 各位都是棒球少民 也都是棒球臺灣英雄 我要說國家因為你們而閃閃發亮 威廉波特世界少棒 錦標賽桃園歸山國小棒球隊 勇奪亞軍 世界次青少棒 錦標賽桃園明星國中棒球隊 衛冕冠軍 而優秀國家代表隊 更是逆轉擊敗對手 奪下季軍 因為你們這個季軍 讓臺灣的棒球實力在全世界排名 因此提升到第三名 昨天我們U18拿到冠軍 這個主力的球隊也是桃園 我現在是總統 我就是棒球總統 支持棒球 打手好不好 臺灣棒球國際好表現 萊奇德超級嗨 他也再度宣示體育暨運動發展部籌備成立中 行政院也在九號召開首場會議 包含李洋 莊智元 林玉婷等多名選手 都擔任諮詢小組委員 我們講到體育運動發展部的時候 超越一片較好 每個年齡層都認為是必要的 也代表說這個應該是最高的超越控制 會中多名選手踴躍表達意見 奧運羽球男雙金牌 李洋希望可以讓青少年 有更多經費打造接班梯隊 而網球好手盧彥勳也提到 運動場地設計要更多考量 希望臺灣未來能主辦更多的國際賽事 在政府發展體育產業正如火如荼進行中 三兄成員由台北財務的